高冷校园风雨妹子 竟然是个傲娇 以为临座待男孩 听不懂俄语 说些黄段子 没想到竟被对方听得一清二楚 爱丽同学 一登场就俘获万千少年少女心 全校第一的俄日混选美少女 周围花蝴蝶那是居之若卧 但面对高人气学长的嗜好 他依旧果断表示了没兴趣 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未来老公的要求会有多高时 他偏向一旁熟睡的宅男酒室 看他打哈欠 悄悄又俄语说了句可爱 各位酒是哈欠的下段片了 还硬要解释说难谈 上课因为打瞌睡被学霸叫醒 本以为对方好心提醒自己答案 感情是踩自己一脚在展现高超学习技巧 酒是搞不懂这家伙 干嘛老是逗自己开心 还命不改思的说自己可爱 酒是明明听得懂 但对方不知道啊 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个小宝宝一样会脸红的笨蛋 酒是想不明白啊 这是什么羞耻佩吗 要是说出自己会日语 恐怕也无法活着进到明天的太阳了吧 一下课酒是就开始抽卡 抽到银发乐机的时候 别提多开心了 何必爱立去小声嘀咕 明明自己也是银发的说 酒是一问他嘀咕啥呢 人家又说自己在骂他 是游戏废人 中午吃饭时 学生会的三位美少女一登场 那就是惊艳思作 游戏端着盘着就坐到了酒是身边 爱立一探 心里有些吃味 酸啾啾的问他俩 是不是关系很好 游戏告诉他自己和整眉竹马 接着毫不避讳的表示 自己想要攻略爱立和他成为好闺蜜 爱立一听小脸一红 结果定睛一看 对面俩又快贴一块了 吃完饭 爱立就看向酒是 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还有关系好的女性朋友 酒是值得一点也不意外啊 毕竟她也是自己关系最好的女性朋友 听到这话 爱立心情大好 酒是之所以会俄语 是因为小时候有个关系很好的俄国朋友 对方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 现在依旧是她的白月光 为此她专门学习了俄语 没想到现在连对方的名字都快不记得了 从美梦中醒来的她 一大早就去学校将值日做完了 这时候爱立也进了教室 白色的腿袜被卡车进去的水花弄死 她当救酒是的面就开始脱袜子 看对方美副脸红的样子 爱立瞬间起了坏心思 让她帮忙拿备用袜子给自己穿上 算都是她努力的奖励 好家伙大美狱族就在眼前 酒是解释只有足控才会觉得这是奖励 巧了 我就是足控 不过对爱立来说 她帮忙穿袜子也是奖励 听到对方说俄语 酒是又在心里犯嘀咕 是因为平时的完美人设太累了吗 为什么老用俄语遮羞 看她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酒是也不忍了 直接抓住她的脚踝 在她惊慌失措的时候 替她穿上了袜子 结果这家伙手一滑 正中红色 被爱立给一脚踹飞了 凝终前酒是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 是白色的胖刺 之后酒是找到了爱立解释自己不是变态 爱立傲章地说自己早就不气了 还悄悄道了歉 酒是也不气了 能看到美少女的绝世白色胖子 这是好风光啊 爱立闻眼眼通红 你这家伙果然是该被垂的变态 酒是一路追一路着一路道歉啊 她逃她追 十分钟后酒是才追上的运弄神经一流的毛妹 给她正中道歉 为此还买了她爱喝的红豆汤 爱立下意识用俄语问了句要不要喝 酒是惊了 自己该接嘛 然后关系直接发展到进阶接吻 最后她还是决定装猛 看爱立得意的样子 酒是再也无法告诉对方 自己其实全都听懂了 爱立虽然知道酒是和有希关系很好 但她属实没想到 酒是竟然会向有希撒娇 就算是青梅竹马 随叫随到是否有些太轻易了呢 爱立话里话外都有些酸啾啾的 别光你俩聊天 也和我说说话呗 爱立还有些小得意 自己说的这么明显了 她都听不懂 光明正大的吃醋真爽 酒是这是菊花一锦 逗得要怎样 在酒是的帮助下 杂物间很快就收拾好了 学生会常见其文言 决定请她吃饭以示感谢 酒是本想玩具 吃杯有希给接伤疤 回家也没得吃 不如答应了 见其很好奇 她为什么如此了解酒是的家境 听到她说两人是青梅竹马 见其跟随将两妹子一块叫上了 四人坐在家庭餐厅分等诡异 酒是不想加入学生会 爱立和有希明年也会因为竞选会长 而成为对手 吃完饭 酒是被安排送爱立回家 谁知爱立傲娇的一甩头发就走 酒是追上去询问她 是不是想竞选会长 得到确切的答案后 酒是私存半赏才回家 一回家就看到 平常总是以良好形象识人的有希 正四样八叉 在沙发上看漫画 美苏他俩可不是什么青梅竹马这么简单 而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 有希认为青梅竹马 宅友和亲妹妹是可以共存的 看她臭屁的样子 酒是真不明白 自家妹妹怎么这么小鬼呢 第二天一大早 老妹就来房间突袭 让酒是起床 陪自己去逛街 作为宅友两人心一起 把想看的动漫剧场担博了 又转头来到女装店看衣服 一穿价格 我去 我去 都给我吃好几根海景骨子了 酒是一直很在意 从刚才开始 周围好像就有银色不明生物 是错觉还是真被缠上了 有希告诉她是真实的 不然为啥自己忽然举止行为变得优雅 还混下了自己的宅发型呢 刚到这层没多久 她就发现了不远处的偷窥的艾丽 酒是正烦恼该怎么办事 有希已经主动出击 去打招呼了 艾丽下到说话都不利索了 听到老妹要带艾丽去吃饭 酒是惊呆了 怎么可以让艾丽跟着去那种店 艾丽就误以为她行自己碍事 酒是只能告诉她 他们要去的是超辣拉面店 搞不好菊花之后几题会哀嚎 艾丽不信 但真到了店门口就被吓到了 至少来输自己的命吧 见有希如此游刃有余 艾丽定着头皮走了进去 有希给她介绍了几个名词的意思 例如血红地狱看得吓人 其实是辣度最低的红油汤底 酒是率先选择了这碗拉面 剩下俩人也选了一样的菜 等上菜期间 有希也不老实 故意告诉艾丽 今天穿的这么中性 都是酒是委托的 所以她借了酒是的衬衫 非议艾丽脸都黑了 看着端少回来的拉面 艾丽瞬间变脸 这是人能吃的东西吗 为了不丢面子 艾丽猛吸了一大口 魂都飞到酒消云外了 好面子她也不愿意听嘴 只能不停用俄语大喊舌头痛痛 酒是正绷不住了 你看都给台泽拉的喊妈妈了 有希这时候又起了坏点子 偷出了鬼之内 打算继续给艾丽上难度 艾丽也是死绷着不愿放手 最终一口下去 嗓子眼发出尖锐暴鸣 等到回过神时 周围已经只剩下酒是了 酒是买了冰淇淋给她 孩子这才露出笑容 看来干档确实不太能吃了 酒是问她为什么想当学生会长 艾丽却坚持地说 能有上进的机会 为什么不争取 虽然说要选了副会长一起 但她却觉得只要挂名就好了 找个愿意支持自己的就行了 话虽如此 但艾丽的真心话 是希望酒是陪自己一起 酒是庆幸自己能听懂而语 不然肯定就这样和艾丽错过了 不过她脑海中一闪而过 妹妹当初错失会长植物时的模样 她又有些犹豫 这时候艾丽一开口 让酒是和自己一起去买衣服 本该是好感度够了 才会出发的奇遇 想想艾丽也没朋友 酒是便同意了 这可疑的态度 反倒让艾丽有些疑惑 难道这小子觉得自己当不上学生会长 她决定全力表演一把时装秀 把这小子迷得五迷三当 拉开门连前 艾丽生怕对方没反应 结果这小子意外的上到 夸得相当认真 夸两个人脸都红得不行 艾丽反正是清爽了 转门换了身分放点的衣服 结果没想到有些也在外面 她一下就威了 回家的电车上都后悔不已 好怕她俩以为自己不检点 恨怪兴的问题就塞满了她的脑袋瓜 她俩为啥在同一站下车 同居从小就一起长大的姐姐马下 除了在妹妹面前撒娇外 也是第一个看出的心情不好的人 艾丽拗不过姐姐 只能将自己心情不好的人凶说出来 那就是酒是和她的青梅竹马 一说到她艾丽蛮肚子都是气 马下却抑郁道破天机 妹妹真是陷入爱河了 艾丽解释自己和对方只是朋友而已 马下立刻露出了看穿一切的表情 所以为什么能够成为朋友呢 酒是那种性格的人她一般可不会喜欢 艾丽认真的性格是从小就练成的 那时候艾丽还在俄国读书 老师下发的任务是让大家去调查各行各业 为此艾丽做了十分详细的笔记 然而自己小队的成员不仅拖延正 还嘲笑艾丽用力过吗 两人大吵了一架后 只有艾丽努力的小组错过了得到优秀奖的机会 那一刻起她就已经认定了 这世界上不会有人感同身受 和自己一样用热情去对待每一件事 既然如此 那以后什么都只靠自己 深入高中后 艾丽还是第一次进到酒是那种打人 难到什么程度呢 课本忘带跑操开润 上课也和冬连了似的事得相当死 艾丽逐渐接受了这种名门学校的差声 变故发生在学院记的时候 班上同学依旧抱着随意的姿态 对待认真感知衣服的艾丽表示不理解 被挣扎伤时她的心也酸酸的 这时候酒是回到了教室里 但她不用那么努力了 因为自己找了手工部的同学帮忙做衣服 还要到了和宿楼的使用许可 艾丽没想到这人行动力还蛮强的 但听到她说自己一个人努力也无济于事实 艾丽还是生气了 自己就是不想妥协 不想拿半成体糊弄大家 既然大家不会像自己这样 那自己就连同大家那份一起努力 就是一句话就给她点醒了 许于园记的东西哪能一个人努力呢 既然想要拿出完美的东西 那就应该换了方向思考 如何让大家拿出干劲 意识到自己严重的酒失又给艾丽道了歉 艾丽发现自己真是不懂这个男生 但的一直在她的帮助下 大家都为了和宿干劲十足 小园记也在大家的努力下圆满完成 拿下了属于全班的优秀奖 夜晚季的社交舞时间 艾丽坐在了酒失身边 从她口中听到了 道假给自己去的外号 孤高的公主殿下 她其实不喜欢这个外号 好像在说自己不懂人间疾苦似的 自己虽然有天赋 可从没想过坐享其成 那个外号就像否定了自己的努力似的 酒失文言决定不那么叫她了 艾丽健壮 也为那天自己发脾气道歉 希望能做出一些补偿她的事 酒失想了下 在河国好像会有用特殊昵称 称呼彼此的习惯 自己要成为能称呼 人情美少女昵称的唯一男人 艾丽正觉得她傻失 已经有几个小伙羞涩的来邀请她跳舞了 酒失记得刚才闲聊时艾丽说过 自己小时候很会跳舞 但因为和大家一起跳舞太麻烦了 所以总会不会婉拒 于是主动牵起了艾丽来的手 告诉他们 艾丽现在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艾丽被她带着一起跑了起来 周围的嘈杂都快被心跳声给压了过去 在夜色下泛起涟漪 本来还觉得她挺帅的艾丽 第二天就看到她恢复成了平常的样子 只能用俄语小声夸她昨晚很帅 马下听完妹妹的故事 满脑子都被粉红泡泡塞满了 真是浪漫又纯爱的故事啊 就像自己和阿珍一样 看了一眼恋爱脑老姐 艾丽嫌气齐了 酒师来到了学生会办公室 帮老妹上班 马下一看 这小子不就是阿珍珍魂青梦绕那位吗 问了下酒师的名字 马下却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似的 今天的任务和自己一起出去采满 她下意识说了句 但酒师却是一副没听懂的样子 到了商场 马下也是脑洞打开 什么都想买 甚至连玩偶都没放过 想了想 见其那副冷脸被玩偶包围的场景 酒师都觉得邪满 于是马下最后直选了那只长得像爱丽的小猫 到了茶叶店 马下品了一下味道后 想要询问酒师的想法 酒师却说自己没什么见解 和从小被叛脸妈妈的魅魅不同 显她如此痛苦 马下像红小孩似的轻轻抚摸她的后脑罩 这种熟悉的感觉让她觉得安心 只是这红茶属实有点汤辈 会长见两人回来时 还抱了个娃娃 警告马下不准摆在办公室里 她庆幸自己让酒师跟着一起去采购了 否则学生会恐怕会成为滴滴泥 见其强烈要求她加入学生会 酒师就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有多想 会上每个人都对自己有想法 见其觉得很简单 因为她中学时作为副会长有着丰功伟绩 酒师认为自己不是想付出才去高位 有点德不配位 但见其就觉得她有点太轴了 自己还不是为了喜欢的女孩 才成为会长的 论动机不纯 大哥别说二哥了 为此见其还爆了萌量 中学三年级的自己可谓是挫到棒 成绩和运动更是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她 就痴心妄想了爱上了校花之一 也就是自己现在的女友副会长毛相 马下也认为加入学生会的动机无所谓 只要能留下成果就行 不必因为初中和游戏一起创造了成果 而感到可耻或是内疚 为了帮助别人而加入学生会又有何不合 回想妹妹当初的校言 酒师第一个想到的却是爱丽 她此时忙于处理棒桌社和足球社的纠纷 酒师本的看眼吃瓜的心态来到了操场 发现两边还真是纠缠不下 爱丽也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 现场根本没人将她的话听进心里 她想这大概是自己以前总是推开别人 得到的报应 在她眼泪珠珠滚落可怜又无助时 酒师推开了大门 其实她已经观战有一会儿了 现在双方都处在上头状态 根本听不进去 应该等到火器消了再调节的 但爱丽没这方面的经验 只能用偶尔请求支援 可问题不是酒师谁又听得懂吗 酒师出马很快就摆平了矛盾 有她撑腰极为沉默的经纪人以帮忙 人少的棒球社去河岸练习 相对的足球部的人帮忙搬器材 一听美女经理们都愿意出手了 棒球社便同意了这个决定 酒师在爱丽心中的形象也更加伟岸了 爱丽想知道酒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提议 一般来说棒球社是不会同意的 她一直在观察足球部经理又是为什么呢 酒师告诉她因为那位学姐正在和棒球社的队长交往 俩人交往的时候那叫一个沸沸扬扬扬 刚才部长没开口也是因为碍鱼身份要公私分明 所以提出那个建议他们就会接受 近期会来探望俩人 酒师一猜就知道这小子故意的 经历这一凿他决定加入学生会 这一弄就是天黑才有机会回家 爱丽想知道他加入学生会 是为了和友希一起进全会长吗 酒师去反手将问题抛给他 如果是这样那他要放弃精选吗 爱丽坚定表示自己不会放弃 哪怕对手是他 这次是酒师认识的爱丽吗 他决定帮助爱丽当上学生会长 自己以后会在身边支持他 所以就这样牵住我的手吧 爱丽擦了擦眼泪和他握手 发自内心的向他说了句爱你 这句话让酒师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沉重又缓慢的心跳再次剧烈震动 久违的心动的感觉 回过神采发现爱丽恨不得掐死自己 对方仿佛抓到了他偷心一般 这问是不是在想别的女人 酒师一惊你咋知道 说出口就后悔了 自己完蛋了 幸好立了个听不懂俄语的人设 还能门混过关 但这及时的一耳光自己恐怕懂不过了 回家路上酒师还在回味着一巴掌 到楼下后看他脸还在抽成 爱丽点起脚尖稳了上去 还说这是稳夹里 酒师行丝不对吧 不是只要贴着就好了吗 刚才那个风衣是小嘴拨了一下吧 酒师彻底混乱了 知道离开酒师才后知后觉 自己刚才的行为有多羞耻 不过细想 他又觉得有点看透爱丽的本质了 说不定他说俄语真的是在直输胸义 而不是什么追求刺激 看惯父母总是争吵的酒师 对于所谓的恋爱根本毫无兴趣 你也开始觉得自己把家庭重担 丢给妹妹很自私 她一回家就发现有锡的鞋子在外面 谁知一退门就是刚洗完澡 全身赤裸的妹妹 才都知道这小妮子是故意的 妹妹脑子向来是灵活的 之所以知道这场意外 酒师因为他俩住在同一屋檐下 但从没撞见过更衣场面 全世界的老哥肯定都有这个想法吧 酒师有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这都什么歪理 尤其笑嘻嘻的说自己摆了他一道 裸体就当做赔罪礼吧 酒师觉得妹妹完全就不懂嘛 全裸反倒失去了味道啊 若赢若现才是王道 说完就准备溜走 最后还是被老妹逼出来 承认自己看了欧派 本来以为哥哥加入学生会以后会帮自己 谁知他竟然被爱丽给轰走了 尤其不理解 是自己的罩杯满足不了老哥了吗 虽然爱丽是很大 但自己的可是实大实能摸到哦 面对老妹的诱惑 酒师勇敢的说出了不 他可不想对小时候病烟烟的妹妹 做出什么不人道的事 游戏撒娇的递给了他梳子 酒师宠溺的替他梳头 妹妹也知道老哥不是因为讨厌自己才参选的 成为竞争对手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毕竟爱丽的出现 让哥哥久违的有了斗志 自己也绝对不会认输的 转天一大早 妹妹居然没来搞恶作剧 酒师还以为自己伤到他了 结果这家伙躲在窗底下搞破坏 还被卡住了出不来 酒师反手就是一被套 一副杀人诛心的模样 折腾到学校时 爱丽正纠结自己该怎么去看待酒师 结果对方一出场就自带特效 很难不行动 好像还因为自己而没睡好 爱丽这一门心思纠结得 差点在体育课上被球砸到 好在高超的运动神经 让他化解了危机 直接成了少女杀手 斩获一众少女心 酒师就没那么好运了 被排球爆头 爱丽赶忙去探望他 以为他是发高烧了 手侧体温有些拿捏不准 但已经足够酒师脸红心跳了 面对眼前的一对大波 可对方抬手是不经意的夜下风光 酒师此时连比发烧还烫 俩人走到阴水处时 酒师又一次看到了绝佳美景 差点小偷爆炸 直接洗了个头 马下看到他俩也跑来凑热闹 还拿自己的毛巾给他擦了头 今天是什么福星高招的好日子吗 自己要当马下消极的狗 爱丽在一旁很是吃味 直接拉着他跑路了 本来以为自己会被骂 结果对方却温柔地关照他 田真以为这小子真的为了自己做出改变 开始认真上课 结果是没吃早饭 饿得睡不着 原来只有自己吃吃无法入睡 还在白担心一场 果然这样的八嘎自己不会喜欢 只有酒师在心里狂欢 这才是平常的爱丽马 下午两人一同来到了学生会办公室 撞见了被学姐吓唬的众人 见识到毛巾本人后 酒师总算知道大姐头的名号怎么来的了 看他俩撒狗粮都是一种温馨 同样温馨的还有在一旁担当吐槽医的俩人 就连马下都觉得他们有点亲密了 众神归位后 剑七开启了学生会会议 酒师也告诉了所有人 自己会帮助爱丽 参加下一年学生会场的竞选 酒师介绍完自己 游戏便将话题引到了最近的展览上 因为涉及到会计问题 剑七听了游戏的推荐 让爱丽也跟着一块去 酒师还不清楚自己老妹肯定有别的目的才叫走爱丽的 结果反倒是爱丽先开口告诉对方 酒师要陪自己竞选学生会场 因为问心无愧 所以才想堂堂正正告诉游戏 自己不必道歉 游戏认为这都是酒师的选择 她也无权干涉 不过自己确实有点伤心就是了 爱丽一愣 难道游戏喜欢酒师 游戏看出爱丽的情绪变换 直接了当地说 自己爱酒师胜过所有人哪怕是父母 那么爱丽你呢 这个问题让爱丽当时就紧张了 她虽然说不出喜欢这样的话 但绝对不会把酒师让给游戏的 一番宣言让游戏心里有了底 不过此时的酒师心里非常没底就是了 马下倒是工作能力出奇的好 毛小学姐就会来捣乱的一样 不是见其帮她找了新的工作 估计办公室都要抵朝天 休起时刻 马下起身给大家泡红茶 酒师看到红茶就想起了母亲 正好这时候务工的俩人回来了 酒师有些好奇 爱丽真的不觉得自己靠的有点太近了吗 爱丽告诉她 在俄罗斯有年轻女孩 做边角会触眉头的说法 酒师一抬头看到老妹 忽然就察觉到了空气中的修罗场 询问一旁的马下 真的有这说法 马下表示有倒是有 就是触眉头晚结婚而已 她调侃妹妹 难道已经有新衣的人了吗 爱丽傲娇的说 自己现在结婚还太早了吧 酒师一头萌 不是姐姐在旁边也说恶语撒娇吗 马下也是失去的给妹妹塞了一大盘果酱 看来爱丽是个十足的肝挡 回忆结束回去的路上 酒师邀请爱丽和自己去家庭餐厅做作 讨论之后的选择 结果爱丽暗绰绰的说 这居然不是约会 没听懂也就算了 听懂了 酒师那叫一个心慌啊 一坐进去 爱丽就报复性的点了蜜瓜苏打 和巧克力香蕉巴菲 酒师问她是不是和有戏之间发生了什么 爱丽却闷声闷气的说什么都没有 酒师这下更好奇了 赶紧告诉对方 如论如何自己都不会和她交往的 而且她就是个小恶魔 挑戏爱丽的时候 她越慌有戏越高兴 与其在这上面纠结 不如尽早想出对策 不然下任学生会场的宝座就被她吻拿了 酒师在不停巴巴的时候 爱丽却满脑子都是气 这小子怎么能这样若无其事的 和女孩子坐在家庭餐厅啊 喜狗狗的她开始狂吃甜食泄愤 看酒师呆头呆脑的模样 她心里忽然起了个坏点子 用自己吃过的勺子味到了她嘴边 还说是俄国常有的事 酒师怎么一点都不信呢 过于形势 她只能张嘴吃下这口冰淇淋 这不就是间接接吻吗 说回正题 爱丽到底要怎样做才能赢过有戏呢 酒师觉得硬碰硬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只能跟有戏用不同的方式去争取选票 比如剑气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 她从矮胖错一路高升到成为帅哥学霸 因为这一路奋斗的故事广为流传 大家便给她投了票 爱丽一下就明白了 那就是要让周围人看到自己的努力 所以这跟两人都吃过的汤匙该咋办呢 这才是面前最大的问题 还都是酒师直接点了份新的餐食 调侃爱丽难道经常和别人间接接吻 爱丽小声用阿谕吐槽 自己才不会和别人做这样的事 说回正题 酒师觉得上半学期的结业式演讲 是她出现的大众事业中最好的机会 她不需要再做额外的事 现在就足够获得大批支持了 爱丽小脸一红 干嘛不多夸夸自己 酒师那个心就和麻婆豆腐一样火热 不过这味道确实不错 酒师见爱丽感兴趣 想喂给她尝尝 结果想起这辣度恐怕对方接受不了 谁知爱丽此时也哽着一口气 觉得自己的装作喜欢辣的样子 结果酒师一挖就是一整根辣椒 爱丽一口下去 命差点没了 回去的路上也一直捂着嘴 不过话又说回来 要是有西找搭档的话 找到古山就会非常棘手了 她初中时是最有机会和有西争夺 学生会场宝座的人 没想到第二天 有西就公布了自己的搭档 并不是古山而是林奶 林奶时数神出鬼没 每次都能把酒师吓一大跳 这次她找来也是严肃告诉酒师 她妨碍有西这件事 让周房家家主震怒 酒师文言翻了个白眼 敢做自己的人是她 要自己监口是有西哥哥的也是她 这种时候又谈什么血浓于水 她想知道林奶找自己的原因 林奶并非受了家主之托 而是单纯作为有西的随从 来看看她的意图 她坚信酒师不会做出 让妹妹伤心的事 但她选择爱丽的意思 就是说 对方重要到即便要和妹妹敌对 做出背叛 酒师毫不避讳地表示 自己已经答应了爱丽 那自然就会帮人帮到底 她让林奶给外公带话 有意见冲我来 别欺负妹妹 林奶郑重地点了点头 如此看来 酒师对有西的心依然没变 对方依旧是她心中最重要的人 午休的时候 好记友掏出了一本偶像杂志 虽然酒师是个宅男 但却对偶像完全不了解 因而选的话 她比较喜欢蓝色泳衣的少女 一旁的记友觉得 这个女还有点像马下学姐啊 酒师本人却完全没觉得哪里像 况且人家已经有对象了啊 自己可从来没有那种目光看过学姐 话音刚落 走进教室的爱丽 就看到了她手中的杂志 大骂禽兽 酒师立刻把黑锅还给了机友自证清白 这机友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问她有没有过和有戏交往的想法 酒师脸都黑了 不是哥们 自己要找也是找像朋友那样相处的人 一旁偷听的爱丽暗绰绰说 就是要找我这种嘛 酒师脑海中一闪而过 小青梅灿然的笑意 紧急补充自己的择偶标准 还有爱笑 爱丽瞬间被泼了冷水 再加上不读空气的好机友 爱丽直接冻成冰了 她让俩傻小子赶紧找不 结果阿姨直接火上浇油彻底凉凉 杂志也被没收了 这头游戏也从林乃口中听到了老哥的想法 果不其然还是以前那个老哥 对此林乃的评价是 那股纯粗的魄力让自己的子宫都在颤抖 但她对酒师并没有爱意 而是完全和游戏同等的敬意 她不介意自己被当作物品使用 游戏两眼一抹黑 你这家伙纯粹只是受虐匹吧 超级斗艾姆也就是超级女仆 林乃荣幸地接受了这个称呼 把誓自己之后会努力成为斗艾姆的 林乃告诉她 酒师还说了她依旧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给游戏激动的 差点就大声释放胸控属性 大喊我爱老哥了 一想到之后要和神通老哥一决高下 她就激动的不行 战火此时已经在办公室蔓延 艾丽在抽鬼派游戏上输给了游戏 不管怎么看都是妹妹技高一筹 酒师最清楚妹妹了 心理战就是她的领域 如果毛小学姐认为 还是艾丽太单纯好懂了 虽然平常总是码着一张脸 但意外地会将情绪洗在脸上 对比下来 反倒是马夏更加看不透了 要论看不透 那最看不透的还的是林乃 从小作为有戏的随从 而从爷爷奶奶那里学来的 不过这不是什么家族企业 单纯孩子喜欢 就是最有点差 差点把酒师的事儿给抖出来 此时的排场上 只剩下了马夏和艾丽两人 气氛非常娇着 酒师知道肯定不会吵起来的 毕竟两边都乐在其中 马夏惊讶于 这小子居然能看透艾丽的性格 争巧这时候饮料没了 马夏叫酒师跟自己一块去买 路上她作为姐姐感谢了酒师 愿意陪妹妹去竞选 毕竟妹妹第一次遇到 愿意扶持自己的人 说到这酒师才正色道 看上去马夏缺一根筋 其实这是在艾丽面前这样吧 马夏承认了 自己不想和艾丽竞争 因为她是个很认真的孩子 她很喜欢拼命努力的孩子 优贤也不是装出来的 她不想让妹妹有负担 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这点酒师非常地感同身受 马夏希望两人刚才的对话 对艾丽保密 酒师表示了解 她也有在刻意隐藏 自己正经的一面 但只是为了活得轻松 没马夏那么高尚 马夏文言怒错酒师狗头 酒师总是忍不住 在学姐面前放松下来 这样的感觉非常熟悉 转天 走在路上的艾丽 被古山给叫住了 对方直言不讳地说艾丽不要脸 抢走了游戏的搭档 一轮声很快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古山认为艾丽选择窝囊费酒师 单纯为了弃友席 路过的酒师见状 赶紧冲出来替艾丽解释 让古山给艾丽道歉 然而对方不仅不从 还说要召开学生议会去挑战她 将她踢出学生会 而对于一旁的艾丽 她认为对方完全是个 只有成绩过眼的花瓶 艾丽文言认真地告诉她 自己和酒师是搭档 如果要挑战的话 自己也会奉陪到底 这时而穿到剑气而忠实 酒师已经妥协了 对方的手法显然独辣 专门选择了导入教师审核程序 却针对在老师心中印象不好的自己 不过参与了也不是没好处 要是能打赢这仗 也能提高艾丽在候选时的评价 但最让艾丽无法忍受的是 古山的出言不逊 她要对方心服口服地收回那些话 并且向两人道歉 酒师能有一个在结业市上亮相的机会 尤其自告奋勇地帮两人制作海报 结合目前的情况 酒师已经将对方会提出的主张 罗列了出来 想要看看艾丽打算如何反驳 结果显示还不错 只需要再统整一下就没问题了 艾丽想知道酒师到底和古山有什么矛盾 能让那个对方如此针对她 其实很简单 酒师最开始是有息的搭档 现在却和对方后拆伙帮助艾丽 肯定觉得自己在胡闹 艾丽知道酒师不是在开玩笑 但一想到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自己 她就有些内疚 因此为了明天她要加倍努力 到了当天 古山的七枚工钱也来凑热闹 虽然学生会议和她无关 但她也是古山的搭档 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但感情非常好 值得一提的是 工钱在学校的人脉非常好 也算是竞选的一大威胁 不过那都是之后要考虑的事儿了 她现在只需要对付古山就行 真正站在台前艾丽又有些怯场了 台下的议论声让她开始走神 害怕被拒绝的恐惧开始弥漫 知道酒师问她是不是易找呗 她才恢复以往的神色大骂变态 酒师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束缚住她发挥的从来都不是敌人 而是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自己 所以她只需要思考如何表现出最帅气的一面就好了 她可以放手一波 自己会帮她搞定一切 学生会议一开始 古山就展现了绝对的压迫 认为现在的学生干部是会长和副会长选拔的 但是现在看来是只要有意愿就被招致麾下了 从资料来看 完全是靠关系进入的还不在少数 所以她觉得学生会应该只能让真正获选的优秀学生加入 接着她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酒市 定是成绩不好且品行差的人 身为位居普通学生之上的存在 大家真的能接受吗 建议导入教师机构来增加学生会权威 这招直接把平时不关心学生会的人也拉了进来 面对此等困境 艾力依旧站上了台 哪怕此刻看上去是在打一场必输的仗 艾力深刻知道学生会是怎样的存在 学生会长和副会长都是由学生们亲自投票选举出来的 也是在选举中获胜才走上这个位置的 所以学校才会给予他们这份权利 要是将招心的权限给了老师 不就相当于在告诉大家 学生会一定要靠老师助力才先维持自身尊严吗 这是看中学生自治的学校 所以学生会长和副会长才有权利纳心 这样学生会不就脱离原本应有的样貌了吗 两人各有各的道理 看上去在学生中应该是平分秋色 古山还在提出异议 但九十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看错了对手 艾力可不是什么花瓶 面对艾力的反驳 他又该如何反驳呢 然而让艾力没想到是 台下的学生竟然因为他是转学生 而产生了质疑 看工程的表情九十就猜到了 这是对方安插的暗装 艾力因为一瞬间的走身瞬间落入下风 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 九十拍了拍他 让他先下去休息 接下来由自己的接手 九十的魅力也在这一刻体现 为了缓解艾力的紧张给他台阶下 他开玩笑地提到了对方的高冷人设 让他平时也多说说话 不然就会像这样嗓子哑掉 他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讨论下去的必要了 因为从大家选择出剑骑成为会长的那一瞬间 大家的想法就已经很明确了 因为剑骑从前也是劣等生 但他努力打磨自己 提升成绩 威风凛凛地成了候选人 最终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他的成功也证明了 只要有热忱的想法 就能成为学生会的干部 本该进行最终辩论环节的古山 却离开了现场 艾力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古山之所以反应这么大 是因为初中那场竞选 已经看到了九十和有希的羁绊 所以在看到九十和艾力的时候 感觉自己被背叛了 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搭档 自己才放弃的 艾力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他宣泄情绪 拱前追出来安慰他 让艾力先离开 艾力告诉古山 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九十要选择自己 但自己想去回应他的期待 也会努力做到 让他认可自己的 一直在控制室 看着这一切的游戏 觉得哥哥还是太天真了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不久之后 他们就会自取灭亡 林乃却觉得两人非常不得了 游戏觉得林乃根本就不明白 自己可是在扮演大反派 捧根怎么可以推翻自己的话 破坏气氛 林乃误了 但是控制室禁止饮 回到台上的艾力告诉九十 自己要努力让他承认 九十选择自己不是错误的决定 其实艾力也想知道 九十为什么选择自己 九十坦白 自己当初同一做搭档 只是因为无法拒绝和内心的愧疚 不想站在台前 也是觉得自己的原动力非常不像话 但这次选择艾力不一样 是自己的意志 因为想和艾力一起努力 所以他不必拿自己和游戏比较 看到他羞涩地说出这句话 艾力也告诉他 自己为什么会选择九十 因为是九十所以才会选择 好一个双向箭头 游戏其实并不想在家中 提到关于学生会议的事 乃不住老爷子一吃饭 就提到了这个话题 他本来还挺看好古山的 结果没想到他竟然中途逃走了 不过他也能理解 毕竟九十的能力有目共睹 如果不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也不会将重担放到妹妹身上 因此现在的妹妹压力非常大 风雷一整场的他回到房间以后 才靠着灵奶的奶充满了电 那场会议之后 艾力的性格还是和以前一样 为了让他能够在同学之中 结果聊着聊着 那群男同学就对古山开口嘲讽 这让艾力感到非常不适 九十安慰他 那场会议是他们堂堂正正的赢了 最后发生的事都不应该由他们来关心 但艾力非常想要帮助古山 既然对方都这样想了 九十便让他按照自己心里所想去行动 说完这话 他才注意到房间的桌子底下好像藏了人 本来按照剧情发现这点的 九十应该带着艾力离开的 然而事情却朝着奇怪的方向开始发展 艾力满脸羞耻地朝他走了过来 在引发更加奇怪的事件之前 九十选择将会长两人给炸出来 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假装没有听到刚才的对话 吼之后觉得艾力撒鸭子就跑掉了 九十这边打算从公钱那里入手 但由于对方太过献充 感觉根本无法靠近 没想到反倒被公钱给发现了 两人来到空教室以后 公钱毫不避讳地说 如果你要告白的话 我也会立马接受 因为不懂什么是恋爱的情感 所以他还没有和喜欢的人交往过 因此认为不讨厌九十的情况下 和他交往也没有问题 九十却觉得这大有问题 自己虽然不太好 对他的恋爱观说三道四 但也请爱惜自己的身体 已听这话 公钱瞬间双眼放光 古山之前也这么跟自己讲过 还顺带附加了一耳光 九十一惊 自己好像听到了不得了的对话 不过既然提到古山了 他便顺势表示 自己想要平息一下 对于他的流言蜚语 听到这是艾力的想法之后 公钱由衷地感叹 还真是个温柔的人 相比起公钱这样的人 古山的性格非常难以捉摸 还会隐藏自己的感情 照理说他应该不会喜欢才对 但恰恰相反 公钱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会选择和他做朋友 并且执着于他 既然如此 九十希望他能帮古山 哪怕这样做 大家会对九十 他们的胜利感到质疑 让九十没想到的是 老妹和林乃全都藏在了教室里 正好这时候艾力也来了 看到此情此景 还以为自己被排挤了 转身就走 老妹而这时候还来踩他一脚 对方肯定是找遍了校舍 才找到他的 九十瞬间感觉到非常的愧疚 虽然这仅仅只是妹妹捏造的小剧场 要说公钱和古山的关系 的确是有些斩不断 自己当初和不同的男生交往时 因为接吻被看到 一罐不向外表露感情的古山 竟然哭着给了自己一耳光 让自己多多爱惜自己 这种无需言语默契的友情 也奠定了公钱会帮助古山的基础 公钱将古山逃走的原因 拉到了自己的身上 那头九十可算给艾力解释清楚了 刚才发生的事 还邀请艾力放学一起读书 刚因为挨得太近而感到紧张时 妹妹就退门进来了 想要一起学习 艾力表面说的当然可以 狮子悄悄用俄语吐槽了句 一点都不想 明明想独处 结果没想到正是这次四人读书会 让艾力发觉 表面上说是青梅竹马的两人 狮子在保持着一种距离感 玛夏正好在这时候退门进来 在桌面上发现了一本催眠术 静止勃勃地想让艾力试一试 结果艾力一点都不配合 她只能委屈地看向九十 本以为不会成功的众人 却发现玛夏睡得特别香 被叫醒以后 艾力依然不相信 游戏便提议让她去试试看 实际操作以后 果然两人都陷入了催眠状态 游戏大笑一声 岂不是瑟瑟好时机 最终经过决策以后 他们打算悄悄让两人的个性 变得开放赤裸 向大家展示内心深处的秘密和想法 没想到有了接下来这诡异的一幕 游戏本以为这是九十开后宫的好机会 没想到真正的总宫竟然是玛夏 紧接着两姐妹都开始脱衣服 九十吓得嗷一声叫 想要解开两人的催眠 然而那一招却完全没用了 好在薛姐及时赶到帮忙解开了催眠 随后深邃的目光便望向了九十 九十尖叫自己啥也没看到 求放过